我是个体育盲 一旦要和运动员打交道的时候 我就得赶紧问白岩松 他是谁啊 他是什么项目的呀 所以今天呢 我们请来的是一位运动员 是一位足球先生 咱们就和这个足球先生 一起来聊聊 他的爸 他的妈 他的家 好 有请杨诚 其实我们特别想听听你 和足球相关的 更和家相关的故事 那在你的记忆里 哪句话是对你影响很深的 我觉得一句话应该是 胆量是可以锻炼的 这句话是从何说起呢 是我父亲打小 就是一直跟我说的一句话 因为我打小可能是 性格都是比较内向的 内向性格 从事一个足球的项目 这按大家来理解 可能不太可能 因为我父亲是个体育迷 他希望把我培养成一个 能进专业队的一个选手吧 你说你爸爸是一个爱好者 对 那你看过他 在球场上的样子吗 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比赛 打篮球第一阶的时候 他让对方一肘把眼眶给打破了 当时看父亲好满脸都是血 然后呢 别人都围过去 说怎么样怎么样 说老杨怎么样 我父亲就说没事没事 就碰了一下 说这么着你们先打 然后拿块纱布一捂这个眼角 然后就骑车去医院了 还是单手扶把 这手捂着眼 你呢 留在球场 我当时就留在球场 我傻了张着嘴 在那翻漏 因为当时确实傻掉了 等到差不多第三阶的时候 他其实自行车回来了 脑袋这块给包好了 然后我说 我说爸爸 咱回家吧 然后我爸说 等会儿 还一节呢 你再等会儿 然后他就上场了 场下那最约是热烈的掌声 我当时就特别激动 小时候就有种那种 哎呦 父亲特别高大 特别让我崇拜 从此我就觉得 我应该从事体育 我父亲篮球打得好 足球呢 因为要打小 有这基础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遗憾 这个遗憾呢 也就带到我身上了 他希望把我培养成一个 能进专业队的一个选手吧 那当他把你带到足球场的时候 我觉得他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就要把儿子培养出来吧 对 我之所以踢球 其实很大原因受他的影响 我记得在小时候 我们楼道里都是大孩子都比我大 我就跟他们一块踢 能抢过吗 抢不过 人家大孩子这一撞我 我就飞了 回家就生气 饭也不吃了 我说我这个 对 我不踢了 然后我父亲说 为什么 我说他们都比我大 我抢不着球 我父亲就跟我说 没关系 你跟他们踢 这一旦你跟他们踢了之后 你再跟你同年龄的踢 就完全不一样了 之后呢 我感觉我那段时间 不是把球技练好了 是把胆量练好了 你感受到了 就这个胆量确实是可以练的 那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 这胆确实就练出来了 确实是 而且呢 在爸爸身边老能感觉到 什么都无所谓 男子汉 你不要害怕任何东西 就这种无所谓的这个镜头 这个确实它能影响我 后来大家就对你特别熟悉了 所以今天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很多球迷都说 特别难忘 你有一场比赛 就2001年的那场 对对对 那是在昆明跟印度尼西亚的小组赛 上面时我印象当中是 我们零比一先输了一个球 然后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在争投球的时候 对方后卫 在我腾空的时候一撞我 我肩撞到门柱上了 然后呢 当时给我疼的都不行了 中场休息的时候 当时中国瓜队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设备 队一拿着一照 照的时候我就听着 那队一就说 断了 然后呢 那个 当时咱们的教练是 李卢 就问我说 行不行 夏本师 因为零比一输了 如果说这场球 我们没拿下来 出现的希望呢 就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说没问题 我说只要让队一 稍微给我把这固定一下 只要一个胳膊 能摆动就行 反正 这场球最后我们 好像是 4比1还是5比1 拿下来了 就这个 对对对 我看这照片 我都觉得已经 痛苦万丈了 但是跟赢球比起来 我觉得赢球的意义更大 因为那场球 我们最后扭转这个局面 而且是大比分取胜 在一个家里 有的时候 妈妈和爸爸的表现方式 是不一样的 那你妈妈喜欢儿子踢足球吗 开始时候 我爸带我踢球 我妈坚决反对 但是呢 她拗不过我爸 我爸是太执着了 所以我妈妈干脆就 我就不跟你争了 电视直播的时候 你妈看吗 从来不看 但是她知道 裁判一吹哨的时候 他呢 听着哨响了 自己找个理由 我回屋了 但是90分钟 比赛结束 他就出来了 第一句话问我爸 他受伤了吗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 看着那个球赛 可能只有你妈妈 会这样问 妈妈从来不到现场 也不到电视看 因为她觉得受不了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事情 我在德国踢球的时候 有一次眼眶 让人撞开了 回家我脑子 缠着那个冬带的 然后那个头发上 都是血 那个血渣子那种 然后呢 我回到家 我像坏了 我说我一进家门 我妈肯定到时候 又痛哭流涕了 那天我一推门 我妈说 哟 上了 我说是 赶紧稍微洗一下 然后赶紧吃饭 我说不对 我第一次看着 我妈装得无所谓 装得无所谓 装得无所谓 后来我问我爸 我说 这今儿我妈什么情况 有儿子说 我之前给你妈 做了很多工作 因为到德国去了 说一切压力都不能给我 我妈才第一次装成那样 但是我看到 我妈装成那样的时候 我感觉特别不自然 一看就是装的是吧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他心里 其实很难受 每一个就是孩子 从事危险工作的 这种妈妈 其实都是很不安的 确实是 所以当我足球生涯 结束的时候 我想我妈是 真正放心的时候 现在看着儿子 一天天长大 也经常回忆当时 爸爸怎么陪伴我成长的 是吧 太难了 我真想学学我爸 但是时代不一样了 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他们长大了之后找工作 他们面临的这种压力 也多大 不敢想象 可以回家请教一下 老爸老妈 他们当时都那么有办法 他们一定还有智慧 对现在的孩子 完全不一样了 态度完全一百八二度大转变 别碰着 别给他那么大压力 学习差不多就行了 我想当时你对我的时候 好像是必须要怎么怎么着 而不是说 就是说你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隔代 还是有点区别的 而且我跟他说 我说爸坏了 我说因为我儿子 小名叫球球 就说球球好像对足球 不太感兴趣 没事 不感兴趣也没关系 只要他喜欢什么项目 你让他从事就行了 我听到这还不是这么说 他对孙子海 就完全跟对我是完全不一样了 接下来培养儿子胆量的事 那任务不是爷爷的 是爸爸的 我有时候问我儿子 我说不选踢球 你想做什么呀 说爸爸我想当厨师 我听这个跨行有点大 他说也行 当厨师反正你想干什么 我都全力支持你 男子还要拼搏 有担当 无论他选择什么 都支持他 那在这里 你想把你的寄予留给谁呢 当然是留给他了 留给儿子 好 那就把你的寄予 留在记忆的时光瓶里 好 谢谢 求求 作为爸爸 来评定你爷爷 我给你爷爷点个赞 因为你爷爷是个好父亲 他把我培养起来 而且呢 培养成才 所以爸爸的压力也很大 我希望 你能 从事你喜欢的职业 今天爸爸给你的寄予是 第一点 孝顺 中国 孝字为先 这是根本 也是品德 第二点 你要快快乐乐的 跟别人在交流过程当中 你快乐了 人家也快乐 第三点 你爷爷 一直提醒我的 男人要担当 你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遇着困难 遇着问题 遇着错误 你都要担当 谢谢了 我的家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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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